主要著重的重點就是在班農地裁刀當我們針對班農地裁刀去 但他在電池化,讓我們去看出他內陸的再次移動的情況 當然我們都曉得說他的電池會接觸他的電池 所以就會導致說他們對移動的方向化兩次再換了 然後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我們導入了這個Mobile的地裁刀這個觀念 就是另外這個東西 那我們用這樣子來描述說 大眾們對一個班農地裁刀施加一個電廠的時候呢 他本身現在一直移動的速度的話 會隨著這個電廠線性上升的趨勢 那當然對電子來講對電動來講話 真的有差一點的話的話 代表是他們的那個方向化兩次不同的 我覺得他現在我們出開這個圖的話 就還蠻健靜的 就是說不同的參雜類型 只要在溫度比較高的情況下 他的牽液力就是下降的 那下降的原因的話 主要就是前面我們是一個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整個 金額三次跟一個 本身金額三次跟一個 本身金額三次跟一個陣鬥的話 就會讓他 可以在這樣子高度的情況下 他會在低動度比較滿 那另外的話 我們特別注意到說 下面兩個 殘雜濃度比較高的 可以辦到的材料的話 那 就算他是在一個比較低的情況下 他的公平的品質表現還是比較不好 那主要就是那個 雜質的 戰色 那這邊雜質的三次的話 就說這個 雜質的變質流利化之後 他等身會有些 帶有些電信 那些 那個電信的話 就是會去 有那個 突然的作用力 會讓裡面一棟的材質 會發生那種 便宜 然後轉向 那個 情報發行 那 我們也把我們 上一張學到的那個 人待體的觀念 把他導致進來說 這個 當我們有 一次加一個電場的時候 其實人待體會發生 一個 新鮮的 這樣子的 情況 那當然這個情報的程度的話 就是會隨著人家的 那個 偏壓 越大 的話 會更明顯 那 理事業這邊的這個 一個例子的看法 就是說 當我們對一塊 二級的半導體材料 那 右半邊有一次加的是一個 正的 電壓的話 那他的 等待體的話 就是這樣正電壓 這點是在 比較低的情報的 運行 那如果你就是 有點忘記說 要找你一次加正 這樣子 到底是要往下 或往上 然後你其實有 很簡單的觀念去想 就是 你自己是 站在那個電子的地方 去想就好了 因為你想說 如果有一個電子 在這個材料的 如果有一個 右半邊的話 讓我們參加一個正的電壓 他是不是就會被人吸引過來 還是會比較容易 跑到右半邊過去呢 那你就呼應到這個 等待刻的話 就是說 這個電子的話 我們把它盤在這個 條件在最下一個 意思的部分 那他到底要往上 或往下 齊齊的話 那往上齊齊 他一定覺得是說 會不會爬或 爬不太上去嘛 所以這樣就來說的話 等一下在路線裡面 會讓他 放在一個 方向 就有點像是 但是比較容易 往右半邊去 好 那當然我們剛剛提到說 這個 下降這個幅度的話 會 會受到 這個偏向的 平衡大幅度 的所影響 那叫做越大的話 那 那個 往下前行的幅度是 越大 那當然 ECEV 還有EM等等的 這幾條線的話 它是在 平衡家人的肥壓的時候 呢 畢竟是重新的 那不算加 平衡 那個現象的話 還是維持不變 他們是整理 比其有了 那個情形的狀況 對 所以這就能在 這個管理 其實是 還重要因為 之後 在下一個 就是平衡見面 那邊的肥壓的話 我們會去討論說 對一個肥壓的經驗事項 平衡 那我們必須要 這樣去管理 可以知道說 你家的平衡的時候 對不同元件的話 它會是這樣子 對應變化 OK 那這樣11A 在下面的話 就是我們 你知道說 一個電子的話 它剛剛 沒有代入情形的話 反正不是說 真的就是 先這樣走 那還是 就是先受到電子的驅動 然後 跑到右邊去 然後跑過去的話 再這樣再速度 這樣比較高的位置的話 它會跟 那個 那個 這個裡面的 那個 它是晃狀 然後去釋放 這一個 那個 它就會跑到 這個位置 那個 最低的 一般的位置 有一個 鋸齒 階體狀的方式 然後慢慢 就往 右半邊去移動 對 那我們 這個禮拜最後的 這個大眾 我們今天會從這邊 一起 一起 那個 兩下的部分的話 就是 一個 宅子 受到電子 它是一個 驅動 然後 它就是 對電子 和 對電動來講 它們這個 顆粒 也會 兩次 到一個 電子成分 然後 電流 叫做 飄移電流 它這個 飄移電流 當然 就是說 我們去考慮它的電流密度的話 我們就是 電子和電動線 用來看 先看電子的話 它的電流密度 就是這樣子 當然 這邊整個過程 華老師上的看 可以在 白板那邊 用比較簡單 那普通路的觀念 去推導出說 這個電流密度 為什麼 我們可以把它表示成 就是 看你這顆半導體 什麼要裡面的栽子 它的那個很多的大小 然後乘上 這些栽子 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每一顆的那個速度 一共的速度 它前面再乘上 它每一個 那個栽子 電流 它帶的那個基本電量 所以不 就是這樣子 用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調整 但當然 進一步的 我們去把剛剛 前面最一開始的那個 潛移率分閉的題目 也就是 栽子速度 隨著電廠 變化 線性變化的那個關係 是能把它 搭載進來 因為 前面的 對電子來講的話 它那個速度 對電廠的話 這個BN的話 是可以 負的那個 牽引力線上 這個電流的大小 它電動的話 是一個 所以這裡有這個 觀念的話 可以在這裡 就會馬上的 力量到 所以速度的話 這個BN的話 我們就用負的 因為我們線上 帶進來的話 那兩個速度 就能夠燃燒掉 所以最後的話就是說 對 我們吃家一個人的 一個 電廠之下 然後我們要看說 這個電子 它所造成的 這個 然後一件有密度的成分的話 就是 那個 它的 半導的材料 對半導的材料裡面 電子的濃度 像這塊半導的材料 在這個速度下 有那個 電動的 電動的濃度 有那個 電動的濃度 有那個 電動的濃度 然後去撐上 然後去撐上 一個電動在 這個電場下 它們是移動素 那其他一樣 其實像電動素 帶著基本的 電動素 正Q 那大概 後面的話 我們可以一樣 直接進一步 把這個 VNVP呢 轉換成是 電動的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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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的 那大家我們知道 剛剛就提到說 這個VNVP的話 對於電動來講的話 是有一個符號 最後的結果 就是不管 電子所造成的 電動密度成分 還有電動 所造成的 電動密度成分的話 其實其實都是有一個符號的 那 兩個再一次 分開了 最後 我們就要說 這整塊材料 因為 市下這個電產 所造成的 飄移電動密度 總飄移電動密度 就是多大 叫做 這兩個宅子 他們每個人貢獻一部分 我們就把它 相加起來 就是它的那個 統統的 電流密度的指引 就是這個J 就是總電流密度 在市下這個電場 總飄移電流密度 就是JN 加上這個JP 也就是把我們這兩個 把它相加起來 那我們 最後的話 就是把它進入了 把它改寫成這樣 就是說 我們來 它都有跟電場有關嗎 所以我們想要討論說 到底這個 總電流密度 跟電場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 我們可以用以前 會這樣子小包吾 那這個小包吾 我們就把它進移成這個 导電率 那當然 導電率的話 就是說 在第一章 一開始學到半導體材料 不同的材料 它都有不同的 它就 導電率嘛 那 所謂的導電率就是說 它導電率越高的一個材料的話 它是 越容易導電的 那當然我們知道說 導體的導電率 它那個 這個半導體還有 絕緣體 比較前的話 最高的應該就是導體 那 其次的話就是半導體 那 導電率最小的話 也就是絕緣體 那所以我們就是 針對這樣子的人 就可以了把它進入 或者把剛剛這邊 推算出來的這個結果 把它分起來 所以我們就是得到說 這個導電率 這個導電率 這個程度的好與壞的話 你可以透過你的一些殘渣 把裡面的那個 那個栽子的同步 就是你可以控制的 你殘渣 竟然越多的話 這些栽子的密度 其實是可以越高的 那另外的話就是說 你選擇適當的材料 如果讓你 你這個材料 在這個問題底下呢 它的 摩批的整治 這個密度是 越高的話 它們真的 導電效率是 會很嚴重提升的 所以我們這裡的話 就是說 透過這邊的這個 療療密度的推導 那這個四次號 我們不用在 第一張學校 這個導電率 它就在這個 這一個東西 那 對 現在已經知道說 它是更合理上些 那個 那到底材料的一些 產術有關 好 那其實 我是有意 之後給你們的講義的話 我 如果說有一些 用到以前的 比如說 前幾個章節 講過的內容 或者是說 大家可以去翻 對照一下 的話 我會把它標準在 右邊的 灰色底線的部分 那像這裡的話 就是說 電腦 在第一張 最開始第三頁的部分 它已經有稍微提到 所以你看這裡 你可以再稍微翻一下 前面的一下 那 未來方面的幾個章節 一些原件呢 有一些 比如說 會有一些電腦的獅子 那這些電腦的獅子 如果說 最主要就是 我們會用到 電腦炸或是 一些電腦的獅子 用到外面的獅子 那 標準在那邊 甚至其他有一些 你們還是有客人的話 如果說 你們有 借到 或者是 購買的 外面的獅子 如果 我擺進來的內容 我會把它加速在這邊 大家可以 就是回去 錄習的時候 會不會再安心 放心再 把整個 更加的轉回過來 好 那這裡的 這個電阻力 就是我們在第一張 最一開始 有提到的 電阻力 跟我們剛剛 前面講到 這個導電力的關係的話 那個導電力 如果越高的材料的話 當然它的電阻力 就是越小 但反過來的話 就是一樣 這樣子的話 我們剛剛前面 就已經提到說 這個導電力 因為你不可以用 它的分母的 這個寬的 所以相對來說的話 如果我們現在 這是一種 表示方式的問題 就是說 你要討論 這個半導體材料 它的電阻力的大小的話 那你一樣 是可以用 後面的這一個 方向前面的方向 來 來表示 那當然電阻力 我們在第一張的時候 就會學到 其實電阻力是我們 H計算這一塊 殘料 它的電阻值的大小 你需要用這個 採索 電阻值的大小的話 就能對電阻力量 乘上 它的A分性 和A蛋 殘料的這一點 是 殘料的長度 所以這個電阻力的話 一樣 在我們這邊 來表示 就是 那底下的話 這裡算是就是說 通 就是一個 通 這個描述的那些方式 就是說你 不同的半導體材料 不管你是參加成N型 參加成P型的話 它裡面其實都一定有 電子的電動質 在插別 插在數量的部分 那N型的半導體材料 它的多數在這裡 最多數的那個顆粒呢 就是 電代電的電子 那 它裡面還是有在這裡 電動質 是 數量比較強化 他們查好幾個數量 像我們之前就是有 好幾個example 就是 三個地方 去推算出來 去計算一個半導體材料裡面 電子 電動的一個密度 和一個P 那我們就是有 計算出來就是說 如果是N型 它那個電子的 就是電動 與大 大失了好幾次 那如果我們還是知道 它裡面還是有這些 顆粒的存在 所以你整體要來看 它的那個 電率 或者電動率的話 其實這兩個 在這個 那個 濃度 我們都要把它 補進來 因為它都會提供給 那個 它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所以 這個整體 它就是說一定不會錯的 一個 那我們等一下這邊就是 你想讓我們 那個 一個簡單 那個 趨近於一個 比較簡單的 一個質的一個表現方式 也就是說分別來 討論 N型MPC 那我們把剛剛 這個 上面的那個 電子 簡單的表現 也就是說對一個 N型半導體材料 例如說 它們的 電子的 那個動度 就是電子的數目 一定是一個大於 電動 我們會知道說 它們會插好幾個數量計 所以我們可以把上面的這個 式子 因為N 遠大於P 所以後面這一下的話 你會把 所以對N型半導體實在要來講 它的 電阻率的話 可以進化成這樣子 很簡單的一個 表現式 那當然你也可以就是 那個 雷雷說說 我知道電阻率表現成這樣 相對來說 它的導電率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直接 就是用 像這個 很簡單 Q層上 正式上 VNI 表示它 OK 那當然右半邊的話 就是P型半導體 就滿怪 P元大於N 那樣 改成是 前面這一項 我們可以把它 顧略引進來 它這裡就是一個 其實因為我們就是說 就像一代進來 它相乘起來 很差好幾個 那個數量計 所以它 對它來講的話 它的共同性 就是 共同性 就是 主要是 那個多數概數 好 那這邊的話 就是說 我們從 剛剛到現在 就是稍微比較理論的 來討論說 這個 電阻率的 這一個東西 所以我們想說 它是跟再次的紅塗 和半導體材料的 那個 潛餘率 有比較大關係 那下面這一個 圖呢 這個圖寫的話 其實是一個 兩側的方式 因為 也許我們未來的 在做研究 或者說 在碰到這種 半導體材料 如果我想要知道說 這塊半導體材料 它的 電阻率是多大的 的話 那其實有一個 量測方式是可以 幫助我們 得到這樣子的結果 那這個量測方式的話 叫做 那個 四點探針的 量測方式 那它的整體的 那個 架設的方式的話 是這樣的 它是一個 就是這塊半導體材料 它一般 要做這樣子的 量測的話 這個半導體材料都 弄得蠻棒的 就是說這個 這個 半導體材料 那這個 寬度調起來的話 它實際上會需要一下 會整個抵折 那四點探針的話 從它有名字 我們就可以採測出以後 它大概是需要 有四個探針 把它分別 下載在 半導體材料 上面的四個點上 那 就是透過這樣子 養測 目的就是去養測出它的 電 所以它 擺放的情況 或是探針擺放的 配置的話 會是這樣 就是四個探針 它們就是排成 只是一列 那這個探針 跟探針之間 有一個距離的話 然後我們把它抓 就是說 距離就是一樣 就是大概是只有X這樣 靠著來管 就是一個距離 好 那這四個探針的話 當然可以說 最外面的兩個探針的話 把它接到一個 一個支流的電流 電流園上面 那我們知道說 加了這個支流電流園上面的話 然後它 這兩個探針 探針 現在是沒有靠在一起 它如果電流要流過的話 其實要這裡 要走過 就是流過這個半導體 才能從我們的這邊 流到另外 從右邊流到左邊的這個探針 探針上 這樣 所以代表就是說 電流是會流過這個路徑的 所以你另外兩個探針 一定要放在它的這個會流動 而這個路徑的話 這兩個探針 我們要不要接受 就是我們去接一個 那個 可以量電壓的 一個輔合器這樣 去兩側說 當我們 施加一個 持久電流園之後 那電流流過去 那 在這兩個探針之間的 電位差數就大 那你就是 電流園是你下的 可以控制說 你要給它多大電流 那你兩側到這個電壓值之後呢 你再把它帶回來這個事情 也就是你 兩側到電壓值 去除以你 一開始施加在這個 白島米材料的這個電流大小 那後面要記得 乘上這個東西 這個W的話 當然就是它的本格 整個 它的本格 整個 後面這個CM的話 是一個 一個調整因子 這個調整因子 這個調整因子的話 你必須去查表 就是說不同的材料 它其實會跟這個 那個寬度 我看 整個低厚度的那個 的比呢 有一點點關係 但是這個 可以查表的 一個數字 所以就把剛剛 剛剛以下的 電流園 以及兩側到的 電壓大小 帶回來這個市場 就可以等到 這一層 白島米材料 它大致上 它的本質 它的電流園 這個動的這個大小 OK 所以 我們在這一章裡面 會去到 介紹一些 不一樣的 那個兩側方式 今天我們應該也會 在 有另外一個 簡單的這種 實驗呢 去跟大家講說 要給自己看到 XXX的一些 參數嘛 那所以應該有很多 不同的兩側方式 所以 大家在 這一章學完之後 也許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不同的兩側方式 我們可以 得到什麼樣子的結果 因為這個名字 我要你看 實驗看 其實它的名字 並沒有跟你說 它是兩電主體 可是你當事上 你還知道它的 配置以及它的目的 是要給它測試什麼東西 那這是我們在這一項 已經開始學到的 第一個 對半導體材料的一個 參數 這個兩側方式 實驗看著 是透過 我們下一個 直流電流園 兩側 另外兩個短點的 電壓 然後帶回來這個 然後 可以得到 這個半導體材料 它本身變足一個大小 所以 下面這邊的話其實是 針對 細和生化家 兩種材料 而且它也有兩種殘渣類型 所以總共四條曲線 那這四條曲線的話 就是說 去討論說 這四種 就兩種各種材料 然後兩 兩種共產蠟類型 總共四種組合的 半導體材料 它在不同的 參雜情況下 它的那個 電子率的變化 那 從這個趨勢來看的話 就是說不管是 錫 或者是生化家 那不管是分型 或者是皮型 只要那個參雜的雜質的濃度越高的話 其實電子率 電子率 是逐漸下降的 那 如果要從那個 柿子來看的話 就是 不是這邊啊 就是 嗯 嗯 嗯 你同理的 請來看好了 N型的參雜 後完之後 它的電子率 有分型是這樣嗎 那你參雜濃度越高的話 是會代表 如果假設 參雜進來的所有 雜質原子 全部都油力化 每一個都可以多出一顆電子 那你濃度越高的話 你整個分就越大了 那分越大 它再分 這個多就會 越小 那 脾氣也是一樣的 所以 你可以得到這樣子的曲線 參雜的濃度越高的話 其實這個 傳統的濃度都會下降 還是會這樣子 下降的 的 一個 趨勢 那如果你 如果想要從那個 實質來看的話 其實很簡單去討論 就是說 一個半導體材料 如果它裡面可以負責 傳遞這些電荷的 這些栽子 數目越多的話 那它的房間限制一定是 比較好 那 電池是越好的 當然它的電子率是 比較低的 OK 那這裡是 先討論說 就算 就不同的材料 不同的 餐渣類型 它都是有這樣子的趨勢 那我們先要進一步來看一下 N型和P型 就是說 到底電子和電動的話 它的 餐渣成N型和P型 它的電圖 是有幾樣的趨勢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C 好 說看C 就是P型的C是上面 這條藍色的曲線 那N型的C的話 是 這條藍色的曲線 那我們就是要去討論 它的不同材料類型 它的 在固定銅度底下 它的電阻力的變化 就是固定銅度 降色 然後我們就 使得石油時光這邊 演畫一條 直接這樣切下來 那你切下來的話 這條切下來的話 跟這兩個曲線交配的 領域上面這個領域 就是P型的 那個P型C 它本身在這個 餐渣的領域底下 它的電阻力的大小 那下面這個領域的話 就是 N型C在這個餐渣的領域底下 它的電阻力的大小 那看起來的話 P型系的電阻力是 比N型C的電阻力還要 改變高的 好 那是對C來講 那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一個生化家的畫什麼 生化家的 它P型跟N型分類是 上下有不同的那個曲線 那個一樣 就是固定銅度底下 卸下來畫 一樣是P型是在上面 是在下面 所以那個 對相同的材料 不同的餐渣類型的話 N型的 那個導電阻力的話 一定會是 你提醒才要來認定的 那我們一樣是 這個 其實就是說 這個電阻力的話 豬肉跟餐渣的 這個 電阻力的話 那個 那個 前進率 前進率 那些不關嘛 那我們 所以 還是 到底 講到前移率的時候 我們在第9月這邊 就是 先看 好了 N型的系列的話 你們看明文嗎 那明文跟目標 比較起來 然後它寫在不同的燦爛之下 μn都是比較大的 因為本身在這裡提到就是說 電子比小的速度是比較快 主要是因為它的有效質量是比較小的 所以電子速度比較快 所以它的牽液率就是比較大 那你μn一定比乎P還要來這麼大的平方 那你一樣把它帶進來想念這個實質 就是說這個P對人心來想 那mn就比較大 那你運氣的話比較少 像成這樣東西來的話 但N型的材料的話它們成為 所以你都可以通過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這個實質 特別去討論去做不同的財產濃度 以及不同的財產類型 它所對應出來的變化 這樣一個趨勢 然後就是可以稍微去顧問一下 然後就是其實學到一些東西 那就是 OK 那到這邊 就想說 那比如說你接受 三個禮拜的說 電子比例的關係是 最主要就是說你這個實質 要表示出來就是說 電子比例要上去的產出一萬 那就是電到地上 學到的一些東西 那這裡可以介紹一個 我們要側房的數量 那就是電子比例 那就是兩種 兩種 分別的兩種 看上去 然後去看到它的一些 不同的動物 像 電子比例要上去說 好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做效應的話 就是第二個 我們可以去 兩色半導體製造 我們有一些想要的 它的一些半導體的參數 那 當然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它的這個 擴耳效應 為什麼要做這樣一些的感受 因為我們前面都是 講說 你所有產生進來的 雜質原子 那 我們外界的食物 外界的溫度 的話就只會讓它 那個 游泥光 它每一個雜質原子 都可以 流出一顆 電子或是電動 那 那 這是一個理想的一個情況 那實際上的話 其實 流病 並不一定說 它真的是可以完全 友誼化 就是說 你的雜質的 雜質的那個濃度 跟你到最後 它丟出來的這些 栽質的濃度的話 其實不一定是相同的 那這個時候的話 通過這個 霍耳效應的這個連稱 直接 透過這樣子的架設 然後我們一樣 到最後可以讓我們 可以去一些試質的 那 那進一步我們就可以 直接 量測出這個 半導體材料裡面的 栽質的同步 也就是N跟P的那個大小 你就可以 直接把它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把它量測出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介紹一下說 它這個 真理的能力 如果你要兩次的一塊 半導體材料的這個 栽質的同步 你到底會怎麼做 那首先 這塊半導體材料 是不是 在這邊 就先看這個半導體材料 那這個材料 擺在這邊之後呢 我們先給它一個 很像的 電程 就是你先到一個 直流的 電壓原發 接在這邊 那這個直流的 電壓這個 電壓機器 正是在 左半邊 或是在 右半邊 那它給這個 半導體材料 內部它提供給它的 一個電程的方向 是怎樣 一定是從正的出發 所以正這邊的話 出發的話 它內部的電程 就是這個 它會 相對來說 從我們材料的 左半邊 直到右半邊 這個電程的 那個 方向 它的大小的話 是由一個 外部之間的 這一個 直流的壓力 所控制 所以第一個 我們比如說 直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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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方向 是從這邊 左邊直到右邊 它是由它 好 那這樣子的 那個半導體材料的提供 這個磁場 那個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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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磁場的方向 你看看這個 三圍的這個桌標 剛剛這個 電廠方向的話 是從 左邊直到右邊 所以電廠的方向 是 正面是從 那它給的這個磁場 方向的話 其實 直接來 那個 這個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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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從 外界這樣 直接出進來 那這樣子 有 電廠 提供給它一個 一個磁場的話 其實它 整體來講 如果裡面 現在有一顆 這個磁場 我們現在是 電動 就是說它是 這個磁場 在還沒有 吃下 這個磁場之前 它如果只受到這個 電廠的驅動的話 它就是很簡單的 去做 配色這個VX 它順著這個 電廠的方向 從 左邊 右邊直到 它是 所以從這樣子 可是你現在 如果加了 把這個磁場 這個磁場 這個磁場 把它加進來的話 它其實這個 它就會有一個 羅倫斯的這個作用 會跟 他們是 運動的 這個速度的方向 還有 左下磁場 方向其實很大小 那這裡的話 它會有一點點 便宜的這個情況 那這裡便宜的話 我們需要把我們 右手 用一個 右手 並整就好了 你就先 你的那個 指 那個方向 先指向 它本身 移動 這個VX 方向 它就直接往這邊直 那接下來 你就是 往那個 磁場的方向去 彎曲 就是磁場方向 是進來這個步 原本它這樣子的時候 它的光子 會有一個 互換距離 那這樣整體來講 它就是會有一個 往上的作用力 那代表意思就是說 原本在還沒有 磁場之間 它是水平這樣子的作用 可是你這個 往那個 射 這個想起來之後 它會有一個 往上的作用力 它會逐漸的 往這個 藍色 這個劍頭往上 逐漸往上飄便宜的 這個 這樣子的那個趨勢 OK 所以它這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 它的這個 配置是這樣 然後我們 在這個面子裡面 加了一個磁場 這個磁場 會導致原本在 這是水平的移動 原本是有點便宜 它會往上 便宜 往上走 那往上走的那個 結果會導致是怎樣的 因為裡面 我們會只有 它一顆 就會跑不可 那每一顆都整個 往上飄 往上便宜的話 其實慢慢的 在這個半導體 才到的頂部的話 會累積很多的 就是來正電的這個電動在這上面 好 那累積在它這上面的話 它其實 因為你持續的還是會 有往上便宜的情況 那這些累積的這個電動的話 它會 相對來說 它累積的電動會 額外的產生一個 縱向的電場 在它的類似 有縱向的電場出現 所以這個 EY的話 其實這個電動是 因為你這些 可以來正電的力值往上便宜 然後慢慢的累積在這個 半導體上 然後上方 那我們知道電場的方向 就是力量是從正電出發 那你既然上面 可以貼的是正電 所以 到最後一定程度底下 它就會有一個 縱向從上面 往下 是可以有 縱向 往外方向 這個電場出現 那這個 外方向的電場出現的話 其實 它的作用就是這樣 它其實可以繼續過去 抑制說這個電動 持續不斷的累積 因為如果你沒有這個的話 然後我們這些 那個 橫向電場 跟磁場 都出現 然後我們這些 耐震的電場 甚至於電動 推移的電場出現 那你出現了這個 縱向電場的話 其實又會用 往上票的這個 那個例子呢 欸這個 它會順著這個縱向電場 往下走 所以它 就是會被它的抑制 所以 它其實到最後 歐瓦米上面累積的那個 力量 往上到一個 平衡的狀態 就是說 它不會無限制的累積 它是 會累積到一定的程度 那它怎麼要說到變化 除非你去改變你家的 整體 或者是你改變你 它的這個尺寸 它實在 有所 變化 好 所以我們現在 故事已經講好 就是說 我們知道這些 在正面的這個 壁紙 它會已經在上面 然後 它會有一個縱向電場出現 那其實 壁紙在上面的這些 那壁紙的話 會造成說 它的 本身半導體 材料在 過去兩側的上面 對下面 就是材料的上下 的 突然的話 你可以兩側它的這個 電位差的大小 然後你可以兩側出一個 這樣子的 BH特別的數字 所以這個BH的話 可以怎麼來 是因為 壁紙在裡面 它的這個上下 有這樣子 累積 而來的這個結構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 就 先把這裡 現在這個 製薑 把它推展到下 也有那個 它的後面的一些介紹 還有一些 柿子裡面的推出來 然後把它往下 那這裡的話 當然就是老師剛才講的 這個作用力 這個作用力的大小就是 這個所謂的作用力 就是把它往上拉 然後這個 一定要它跟 它本身的移動呢 速度有關係 跟這個電場 那像大小 用這樣子外機的方式 用右手臂上 都可以知道 它會往慢的方向去 去走 所以這些電動的話 會慢慢的 累積在這個半導體上 那就是這樣吧 好 那累積完之後呢 我們剛剛提到說 它會產生一個 縱向的電場 就是這個EY 那這個EY的話 它會逐漸去 再繼續往上走的這個力量 所以 它會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實力 比如說 我們剛剛知道說 往上走的這個作用力 是Q乘上 VX乘上 次上這個BZ 那 它會 跟這個 自己所產生的這個 縱向電場 達到一個平台 就是 來自就不會再次數不斷 的那個電器在上面 那 你這個縱向的那個電場 我們知道說 Q乘上這個電場的大型 所以 你就可以顯示出這個實力 這個實力很高 可以稍微加速一下說 這個是代表的歷史 就是說 原本 那個羅倫之中 是讓宅子 往上去累積嗎 那它本身累積完之後 會自己產生一個 縱向的電場 來抑制 你的那個 視序不斷的累積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這個 這樣子的關係 而且這個 縱向的電場 其實就是跟它本身在 永住的還有 一家的這一個 視序有關 那我們就把這個 產生的這個縱向電場 叫做 那個霍爾電場 好 那 我們剛剛在上面的 圖也知道 因為這樣 在外面 兩側 到上下 兩面 它會 一般人才會有一個 電位上VH 那這個VH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 用剛剛的這個電場 來表示 那這個 那個 那個 你兩側道的這個電力差的大 其實就是 它這個 中向電場就是 上面這個 乘上這個V 就是半導體的 厚度 然後我們知道說 那個 本身電壓跟 那個 電場之間的關係的話 其實就是有這樣子的 關係 就是等於 電場 乘上 本身材料的厚度的話 就是 能夠 兩側道的這個 電壓的大小 那這個電壓的話 我們應該把它叫做 那個 波紋電壓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在這一段 那個 主要的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 跟大家預告說 這一個 兩側的話 其實最重要是 想要兩側 可能半導體才到它裡面 宅子動物的大小 那你就會想說 欸我們講到現在 好像都還沒有跟我們 這個宅子 過去搭上關係 剛剛都一直只講 那個 電場 還有就是說 它本身 兩側到一些 電位差的關係 所以我現在要把它 推進到 這個兩側最主要的 目的 其實要用到 剛剛前面提到的 就是這個 本身 那 宅子移動 然後我們收到電場 舉動 它就是移動 就造成這個 電流密度的這個大小 好 它這個電動 我們從前面 12點的話 就知道說 對電動 對電動 這裡面 像是一樣的 他們的本身 電流密度的大小 是 譬如層上 皮靈 就是它的那個 宅子動物 然後它層上 每顆宅子它 一動的就是 這個 水 好 所以 其實可以知道 說這些宅子 移動的 其實可以把它 你把電源給出過去 就可以了 你把這個宅子 帶到上面的 上面的這個 這個宅子 這個宅子的話 其實 我們 在表演之前講到這個 VP的話 就是說它分成 在這個半導裡 它是移動的 速度的大小 那它其實就是 我們外架的這個 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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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這個情況下 這個 VP是我們 那個 裡面的這個 VP是我們 所以你把這個 代回 我們今天這個 EY的 VP 這個 當然這個 VP是一樣的 那 代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 得到 底下 這個 這些關係式 那這個關係式的話 因為 可以說 一樣是 我們所要說的 就是說 你這個 前面這個其實就是 你的那個 VP 那帶進來之後 其實我們發現 這個宅子的話 這個 它本身造成的 這個 縱向電漲的話 其實是會 隨著你本身 它們在這 然後移動 就造成這個 電容硬度 還有 它是一家 這個 智商的大小 它是 隨著這兩個 東西成正比 你看這個 JD如果越大 或者BZD如果越大的話 其實它的這個 造成的 重向變成是越大的 所以它隨著 它兩個成正比 那另外的話 還剩下 這個 Q跟P的這個 導數 那我們在這裡的話 就把它定義 把這個 Q1分之1呢 把它定義成 這個 RH 定義出來 那定義出來這個 RH的話 叫做霍爾係數 那 這個霍爾係數的話 其實等一下 我們就要多這個 這邊 後面的 去推導這個 霍爾係數 因為霍爾係數裡面 跟這個 栽子的 那 我們等一下 後面的推幅 就要說 我們到時候才 跟這個 兩線去 細算出 它整個 一般它會看到裡面的 那個 濃度的大小 OK 所以就是對定動來講 它的霍爾係數 是 是 這樣子 所以我們 主要的 就是下面這邊 就是說 從剛剛的那個 那個 定義的話 我們知道說 這個 霍爾係數的話 RH 是在裡面 Q 分子 所以我們這裡 要進一步的 透過這個 或是 去得到 我們所要的 這個 載子 的話 那就是 QR H分子 好 那除了這樣子的話 我們剛剛在前面 又知道 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 這個縱下 我們再有連上 EY 也是在裡面 RH 可以乘上 ZD 乘上 BZ 那這裡的 我們也可以 知道這個 RH的話 我們把這個 出貨的話 它的這個 RH 可以乘上 ZD 乘上 BZ 分子 EY 好 那你做 再進 把這個 RH 帶一帶的 在這裡的 形式 所以 P的話 可以 QR 乘上 PY 分子 J 所以 這邊的話 就是 透過這邊的關係 我們把它 雕一下 這個關係是 還有 這個關係是 好 我們再到這一個 好 那其實詳細的 劉沈老師 在講過後 我還要把現場 大家又講過這個 這裡的話 我們建議會兒就是 把剛剛的這個 電流密度 有帶來這一個 我們知道 電流密度就是 外部量測到的 RH處理本身 這個 半導體材料的 那個 那 BZ 就是你使家的 磁場的大小 那 另外 EY EY EY就是 可以兩側到 10彎 就是 外部是可以兩側到 它的 也就是 霍爾電壓 這個 從這個VH去看 外 外部的 可以兩側到 這個VH 跟EY 的關係 我剛剛在前夜公司 也知道說 他們 之前 就是 BH的話 就是 EY 乘上 EW 所以 我的 EY的話 可以用 BH處理 W來 錄視 當然 整理的話 我們就 我們就 再稍微整理一下 可以 到這樣 來 BZ 這樣 放進 CU VH 這樣 N OK 那 這裡就主要是說 我們如果想要得到 這個 電動的 濃度的大小的話 那因為我們所施加的磁場固定 那 半導體材料的一些 潔面器 它的厚度也有固定 那我們只要去量測 它這個 I 跟VH I跟VH是哪邊呢 就是說 你所施加的這個 很像的 這個 電廠呢 我們可以量測到這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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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可以去量測 這個 半導體材料上下量測 才能定位它的VH 的大小 那 其他的東西 你至少也是你家的 那 那 材料 你這個 所以 你都可以得到的一個 結果 那 你帶起來這個 實質之後 把你等一下吃到的兩個 數據碼 帶起來 就可以去 飛的這個 半導體材料裡面的 這一個 栽子 動度的 體 電動的 大小 OK 所以 這裡應該 就是 我覺得比較困難的 是在於說 它本身這個 破了下來這個 實驗的 那個 基本的架設 那我們再 再次把這一段 有快速的動作 大家仔細一下 這個 為什麼要有這個 破了下來的這個 主要的原因是在於說 我們拆雜進來的 雜質 雜質 雜質原子 它其實 不一定說在 當下去 全部會 優力化 因為我們前面做基本的 檢測之前 就是說這些 雜質原子優力化之後 每個人都會丟出一個 栽子 看 你要看它是 流力電子 或是電用 那我們透過這個 量測的話 就是可以從 量測的一些數據 然後再帶回 赤子 可以直接去 得到說 在當下 這塊半導體 它那個 栽子 栽子能度的 大小 所以這裡的話 當然就是說 我們再重複一下它的整個 整個企業的架構 半導體才要先給它一個 橫向的變速 那這個橫向的電廠的話 就是說 我們知道說 這個電廠方向是從右邊 直到右邊嘛 所以裡面的這個 如果有一個 呆震電的那個電動的話 它就會順著這個電廠 往正X種的那個方向去動 OK 那這是我們在加市場之前 那你現在如果有一個 自己方向優勢射進來 我們這一個 附木的一個市場 加進來的話 其實會造成 這些 呃 代附電 或者代附電的地質 或不同的方向去撇流 那以這個 代附電的命來講的話 它會逐漸的 往上面 去 墊 墊掉 那墊掉的話 它慢慢來 用這個 半導體的底端 上面的這一段 那累積完之後呢 其實逐漸的 它就會有一個 縱向Y 方向的那個 那個電廠從上面 往下去 直至於 這裡就是累積很多的正電 都在這邊 那這些電廠的話 我們知道說 它會進行 去除止 更多的電動 再持續的補充 往上添加 因為它 往上飄嘛 那這個電廠從上直下 到後面還沒有往上飄 那個電動 因為說到這個 自己參與 這個狀態的 移植 它就不再往裡面去練習了 那 這就是它整體的那個 概念嘛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我們也可以訓練 測速說 那些電廠的電機 它的上下電段半導 就是大概會存在一個電外廠 那這個電外廠 我們也直接通過這樣子 去那個 量測到這邊的那個結果 那當然中間的話 就是主要這些事情的話 就是還是重點 可以跟大家講 大概說它的每一個行為 該表是什麼 分別就是說 前面這邊 你往上偏的這個 輪子力 會受到 剛剛這個 縱向的自產生 電廠的 進一步的抑制 在 阻止它在持續的往上飄移 所以這個縱向電池的話 也就是霍爾電廠的 可以 那個它本身再次移動的速度 還有 比如說 樹架這個 池牆的大小 那另外的話 就是說我們剛剛 兩側倒車 材料的上下 因為電位差 也許的話 它其實叫做 那個 波爾電壓 波爾電壓的話 就是跟剛剛這個 縱向電廠的關係 外面的本身的 材料尺寸 它的厚度大陸 有關係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幫我們推照說 想要知道裡面的這個 載子濃度的大小 那如果說 對於電動來講的話 它們的這些電動在 那個 動量移動了之後 它這裡面會有一個 電流密度嗎 那還有這樣子 就是我們前面 電流密度的這個關係 是 看我們把這個關係 是帶回 我們前面這一個 這一個 E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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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VP 就是我們這一個 EY的EY的 EY的EY 這一個 EY的 它們是承證 裡面的電流密度的大小 還有我們家的這個 磁場的大小 那另外的話 還剩下 QD分之一 我們就把QD分之一呢 第一叫做 霍爾西數 那這裡的霍爾西數 JP 身上病毒分之一 EY 來表示 那當你帶進來之後 進一步的把這個 JP 把它改寫成 來處理它的界點 EY的話 改寫成 剛剛一直都已經知道了 這個 霍爾利亞 還有它的那個 口測的關係 那你整理我們之後 就得到 變動的 那這一串 那這一串 其實我們就是 有一些是我們自己給的 那有些是我們可以兩側到的 那合別就是兩側到這個 I 還有這個VH 那一把時間帶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直接去 就是到這塊半導力 然後再拉一下 那個再一次 一個大小 OK 所以這也是 霍爾利亞 所以我們現在學了兩個 我們兩側的方式 分別是 視體貪生 去 可以兩側做半導力 才讓它本身的 業績 那這個 破銷一點點 實驗 跟顏色 這個半導力才好裡面 再一次很酷的大小 好 那我們先稍微想去休息一下 有一個 沒有辦法吃了 就是 這一點簡單 要找多 在 在 這個事物底下 這個 更新的半導力才好 那 參雜 濃度 是 十二十六十八 然後去製作出 它的 分別大小 那 其實這一個 有兩種 做法 第一個做法 就是 講義的 就是 直接去 製作那個 譬如說 我們現在知道說 現在在 試問 你想把它 講一個 試問 試問 那 想知道一個 藍性的 系 參賽者 就是 十二十六十號的時候 它的 那個 電子 就是大小 它從這個 製作出 十二十四 這樣 對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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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過去 它 就是 第一個 第一個 用這樣的 大小 就是第一個 方向 直接從那個 戶土去 那 嗯 一般來講 如果 有時候是 練習的話 其實會 用一個 一個方式 一個方式的話 其實不要 吃鳥 之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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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第一 三頁 接下來 你可以知道說 它是參雜成 任性的 半導體材料 那 那 當然 你可以講 這 說 那 這個 命運的話 我們就可以找出 說 在這個 大量 它這個 半導體 它要改正 變 變質 它的 變質 變質 所以 所以 這裡的話 我們就是需要 從另外一個 附圍 去找 它的 摸屁的 牽引 那當然 就是這個 摸屁的 題 就是 我們要用 講義 前面再講到 前一句 就是 我們要用 講義 只要說 在不同的菜市場 附近下 其實 我們要用 這個 所以我們要掌握 前面 一定要 試著 這邊 推上來 然後 這個 大概 這個 大家要有一點點 經驗 把它稍微抓一下 那 游明確的話 有說 題目 他可能會直接 把它的 對我們直接建議 那當然 我們透過這個 題目 來稍微抓一下 這個 材料 它的 電子的限制 大概是在 一線三 這樣子的大小裡面 所以 我們就 帶回那個 稍微寫一下 比如說 這邊 這樣 現在知道 用的 是 然後 從 這個 這樣 可以 做到 這個 可以做到 這個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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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到 尼k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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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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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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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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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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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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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文字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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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後面在討論栽域裡面 各個定義的成分的時候 這個擴散電量之下 那我都在裡面所造的擴散電量的話 還有這個 我們就可以公開一下這個 的事實來講 所以就是說它這個 半導體是要的 它的這個擴散技術 還有就是說它 當下這兩個位置 它的這個度不平均 那它有一個 這樣去鋒度 也有梯度的關係 它會跟這個一樣 也是會真正 那就這樣子的 有標速的方式 就是 會 也是這樣講的話 可以 標速成這樣 那在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後面前 之後的那個 那個 漲節的話 都會使用到這個擴散電量 這個成分 所以 好 那我們就稍微 打貼聲音一下 就是 把這個 這個 宅子 嘛 杜復聯絕所造成的 電流密集成分的話 我們看到 我們 我們用這件 裡面的 四十年來 看它實際上 過去 這個地址的話 你會 用這個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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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型的 半導體 然後在室溫底下呢 它的 宅子 我們現在是 五地均的 也就是說 這兩個點 一個濃度 比較高 是 18次高 那濃度高 一個是 七層十七次高 那這兩個點 它們之間的 距是 一點一公分 所以我們大概在我們這一句 就能夠說 在這個空間裡面 它們那個 濃度的 體度和關係 那 藉由這樣子的體度的話 我們知道 我們來指示 原均它會擴散 所以它 流動的話 所造成的 擴散力的密度 它要我們去 計算出來 那它也直接把這個 當下這個材料 它的擴散 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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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裡的擴散 就是 我們 就是要 代替它 可以用這個 一個擴散 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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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其實可以稍微 如果 你覺得 你這樣 這個文字 沒有辦法 那麼好 要解你 可以稍微 畫一下 這個 不同位置 對應到 擴散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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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位置 那 就是說 在某個位置 推出來它的 電池的濃度 很大小 那我們知道說 某一個點的話 它的濃度 是 17 10 18 那 另外一個點 它的濃度 比較高 18 18 那 這兩個點 之間的 距離 所以 我們看到 最後出來的 其實 我們知道 如果 我們 有些個 就是 0.1公分 0.1公分 這個電流 電子 會有 移動 會擴散 然後它會造成 這個 擴散電流的分子 然後我才想到這個 DIF 就是 這個電流 電流密度的成分是 因為擴散 造成 那它擴散 所造成的話 它必須換成這個 式 就是 Q DN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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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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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現在 就是說 題目已經直接跟我們看 這個 體面是 可以 一個 是 那 所以 直接 透過 我們 所畫的 這個 體面 其實 可以 把 這個體面 當中 有些 差距 可以 說到 也就是 標譚 標譚 對 它 然後 再 製造 標譚 空調 對 標譚 在 標譚 對 標譚 對 標譚 對 大概是 18-18mm 當然不用改了 指定溫度 所以他們的單位是 他們可以保存面積的單位 所以我覺得兩體的主要重點は 在後面他能夠滴度的話 你要知道說我們可以直接畫這個圖片輔助 讓我們只要兩個之間濃度的不平均的話 它這個體力的協力的話 我們可以用λθxλnnx 然後就直接用λθx 這樣不錯 將來的兩邊稍微調整 因為無數的密集數造成再次擴散 它會有一個擴散的波子 變成密接的成分 因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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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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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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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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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這樣子的例子 恩禮 恩禮的話代表我們如果下標根禮的話 其實只能是在熱禮的情況下 就是說在最原始的情況下 當下的那個電子電動 因為後面的話我們下頁就會 你當有一些超量的載子進來 去破壞這個熱禮的話 當下你就不會有這個下標禮 所以第一個我們在這個事實的話 然後先認識這個它這個完全是前面的這個下標 跟的話是N型的半導體材料 那後面的這個禮的話 是說在熱禮的狀況底下 N型半導體材料裡面的多數在這裡 電子它的動作是這樣 那後面這個是在N型半導體材料裡面 與熱禮的狀況底下 超數在這裡電動的 那我們上面的這個符合輸這個實質呢 它是不管在熱禮的 或是非熱禮的狀況底的東西要成立的 因為它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 這兩個載子的數目越多的話 它發生複合的次數一定就跟著上升 它是隨著它成正的 所以就算在熱禮的狀況底下 也是必須滿足這個次數 所以熱禮的狀況底下的那個 複合數率 一樣就是 滿足上面的就是我們比較清楚的 表示說這是在熱禮的 其實是在熱禮的 半導體材料裡面的這兩個度 好 那後面的這個關係就是成立的 那前面這邊的這個實質 其實就是我們上面這邊 就在熱禮的狀況底下的話 產生跟複合的那個數量 都必須是達到一個頻率 也必須是相等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進步的 完成成這邊這樣子的這一個市場 好 那這是在熱禮的狀況底下 那底下26月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要後悔這一個熱禮的 我們就是針對這個半導體材料 我們去照顧光 好 那 它的帶圖的話 右半面這邊的話 就是跟我剛才前面是一樣 就是在那個熱禮的狀況之前 那 我應該要講一下今天 這個R稍微有點不用 我等一下再補充 那最大的差異是差在說 我們現在有一個這個藍色的部分 紅色的線的話 H2的話 然後帶有一個對這個半導體材料 照光 我們現在給它額外的能量 那現在額外的能量進來之後呢 底下 嘉應在這邊的電子 就有 大量的這個數目的電子 它可以吸收 照光加進來這個能量 跑上去 所以 在這一瞬間的話 產生蘇力出了一個分災 當下這個頻率 像它有 那個往上跑的這個電子外 還會多出來這一部分 就是因為照光 然後我們產生 一部分電子外的這個數目 那如果我們還要等於說 那整體的那個 TOTAL產生的那個數目的話 應該是這兩個相加起來 就是除了跟這個 外接熱衡 產生的這個 那個電子電腦核之外 還要再加上這個 負壞熱衡 造光 這個 而產生的這個電子電腦核 所以TOTAL的那個產生 應該是這兩個相加起來 那複合數目的話 如果說我們現在要 要去討論說 它 因為最終就是說 你額外產生 它還是會 最終把它 希望它還是可以 或者叫說 兩者往上跑 往下跑 它是那個數目是一樣 所以 其實這裡當下的這個 房子的話 他們有 尤其是這個R以及D 剛剛前面的R 也許還要來個 稍微大一點點 那它稍微大一點點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第一個 這個四字 也就是說 我們樣子 有一個一個的四字來看 但我剛剛提到說 這個R 負合數目是 不管在熱衡 或是非熱衡 它都必須滿足 A R 被達成上的 像我們前面的 最下面的話 已經講了 好 這個熱衡 那下面這個的話 是 你在照光情況底下 就是非熱衡 可是R 要再去滿足這個四字 那當下的話 這裡就沒有理 因為 它現在就是說 在當下已經照光的情況底下 這個N型燈藥材料的 就是在建築的 N型燈藥材料的 電動程度 它們R還是必須滿足 而這個NN呢 就是說 它是等於一個 很熱瓶的 之外 還要加上一個 Δ2 而這個Δ2 怎麼來 就是因為照光 額外產生的這個 魔材料 這個電子的 這個數 是Δ2 那後面的話 這個 當下的這個 N型燈藥材料的 我除了一個 很熱瓶的 很亮的 燈藥材料 之外 還要加上這個Δ2 你這個Δ2 你這個Δ2 就是電子跑到幾顆 底下 就會流下幾顆 的電動 所以 這裡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 跟大家講說 這個Δ2 那 電子的電動 是磁磋 是不出現的 所以往上好幾顆 比較多 流下幾顆 那 整體來講的話 我當瞬間的 這個 N型燈藥材料的 電子的濃度 就是這兩個 像這樣 就是熱瓶的加上 那這一瞬間 那個電動濃度 就熱瓶的加上 就熱瓶的 然後那個 往上去之後 就加這個 這個 OK 所以 這邊的話 它就是 負的數量的話 變得比較大 那當然 產生的數量的話 就是 老師剛剛從頭上說 我們講過 就是說 這兩個 像下像的話 是大一下 這個 產生的 數量這個大小 OK 所以 這裡呢 我想這裡有很多 所以我就想知道說 它道理符號 概念的 其實 如果是 大家 稍微 稍微 那 今天 大家 在下面 大概沒有時間 很相關 如果 下個拜訪會 接續 這邊的話 其實從這邊開始講 當然就是說 前面這部分 大家可以請來找我 那我剛剛 在第三節 在這個問題 大家 知道 很多 下個拜訪會 時間 來稍微 這裡 下個拜訪會